剛才你第一個問題是 人工島 或者我給李先生隔壁問題 正如我們剛才所講 其實每個方案都有它自己的優點 及局限或要考慮的地方 人工島我們會想到 它的交通配套是最主要考慮的地方 人工島如果你是放得遠一點 你的基礎建設 你的交通配套 究竟將來是靠道輪 還是會有隧道或有橋 其實這些都是要在將日 即是如果填海是可以接受 這個地點又是被選定的話 你又要很深入去考慮 正如我們在整個討論 我們聽回市民大眾的意見裏面 都是不外乎在填海的方案裏面 都是關注環保、自然生態 和所謂connectivity 即是去那個地方遠不遠、容易嗎 這兩個是比較出得比較多 聽得比較多 其他的意見都有 即是不能夠 即是我們現在在公眾參與的過程中間 我們當然都聽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但是一日未到去完 我們將所有聽回來的意見 和歸納、分析之後 我們都未能夠在這一刻 就講到人工島就是最好的那個 這個聽起來 是比較容易入疑一些的方案 但當然它自己也有那個考慮 正如剛才所講 我們看的那25個方案裏面 你都見到有一些地方 我們都特別提到附近有石礦場 或者附近有污水廠 可能考慮去搬遷 或者可以考慮一起去發錢去協同 那凡子種種可以去用這些方案去討論我們現在所講的 譬如我們提到那個對社會影響的那幾個因素 譬如對附近的社區影響 新田海區或者選址交通便捷與否 或者是能不能夠滿足到地區的需要 那這些方案或者在環保方面 對環境有沒有壞影響 或者對那個解決環境有沒有一些好處 譬如現在那個海岸線是很污染 或者是不好的 它做了之後可能重建一些生態海岸市 會否對它有幫助呢 或者到最後就是說 在那個經濟效益方面 將來在那個規劃的社區規劃方面 會不會做得一個比較好的原地的社區 或者是工程方面的可行性 或者甚至成本效益這方面 都是可以透過這25個 即是可考慮的地點 刺激一下大家的思想 然後去討論一下 從而去看看這些選址的準則 這八個 或者甚至如果有市民提中 透過這些25個地點 可能說有些東西是漏了沒有想 想不到的 可以重新發現到一些新的選基準 就是我們都很歡迎的 我想補充一下 甚至有市民提出有第26、27、28個 我們是沒有考慮的 我們亦都可以考慮的 hi I'm Philippa from TVB you mention stakeholders a lot can you just clarify who exactly you mean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stakeholders and secondly, one of the slide said that you find the land before you find the building project are you not in danger of creating a need rather than meeting a need by doing this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When we talk about stakeholders We were referring to During the last two months We have several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We have two topical discussions And there are attendees From various organizations Green groups Engineer groups Surveyor groups Architects All walks of life So when we talk about stakeholders We can refer them to The general public as well The second question was Creating a need Oh, creating a need Oh Let me talk about a need I have referred to The three big needs for land In the start of my presentation Population growth Economic growth And enhancement of the environment Or the living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citizens of Hong Kong These, we would term them As need for additional land And we would not say Reclaiming a piece of land Is creating a need Actually, it is addressing The problem of We need more land So you need more land First one Hello, Can you hear us Now, I was wondering Thomas, one of the ones This is a new It is the one So you need more land Architects The fans And I really want to ask So you need to know That, there are The fans So you need more land And you have to know Well, I will say Is going to It is the ones And do the fans And from the fans And from the fans There are Imagine The fans In the fans And there are Here for the fans 關於第一個問題 我可能稍後找林署長可以補充一下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選子方面 李先生你答個答案 首先第一階段的公眾參與 其實在我們整個可行性研究分兩個部份 兩條腿走路 有一部份就是技術性研究 一部份就是公眾參與的部份 技術性研究裏得到的成果 我們就拿出來在公眾參與那裏 有個公眾的給意見 正正就好像我們今天這個記者會 和接下來這個星期六 我們那個topical discussion 我們初步做了些事 我們就拿出來和市民大眾 與文共議 與此同時我們在市民大眾的公眾參與裏 我們聽到回來的那些資訊 或幾個意見 我們就帶回去我們那個技術方面的研究 在這個過程裏面 是兩方面一起拍照的 我們現在做的技術研究 一個叫broad technical 一個概念性的技術研究 我們就會試圖從我們講的岩洞發展 和填海方面 我們都從一些技術初步去看 譬如各自的地點 我們會不會去選它 以及會不會去考慮它的時候 都要看很多 譬如很簡單的就是 你說一個填海地點 如果近岸的 它是不是一個海灣 它水深 如果太深水的 將來填在海上來 無論技術上有困難 它的成本高 或者在航度裏面 你也不會考慮 凡指種種 在考慮的過程裏面 是有很多的 概括性的一些技術方面的考慮要進行 這個字其實 另外公眾方面 給予我們的意見 不要在一些生態價值高的地方 考慮填海這些 我們其實一直在收聽著 一直在將我們的技術研究 在調整著去做這個部份 我再講幾句 再給林主長講 關於密度方面 因為現在我們的諮詢 剛才大家都見到 派給你們的單張 每一個地點 我們都在講他們的特點 譬如最多是大規模 小規模 中規模的發展 所以就認真來講 我們還未考慮 它的發展 作為甚麼用途 甚至密度方面 或者林主長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你基本上都答了 我想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做新的發展區的研究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的發展民度 都會相對於我們市區 所容許最高的民度 我們是比較低的 譬如說在我們新的發展區 我們都在講最高的發展民度 地積比率 都是大概五倍至六倍左右 大家看到這些填海區 一方面 如唐主長所說 我們現在還未考慮 發展密度的問題 甚至有些 我們還未具體考慮 它的可能的用途 那方面 但是我們會看到 如果將來我們要考慮 發展密度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第一 我們要看一看 那個地方 那個地點在哪裏 如果它比較近一些 已經附近有發展的地方 可能我們會參考附近的發展密度 大概是怎樣 希望有一個協調 另外大家也看到 有些地方實際上 它會受到 譬如說 這個航空高度 這個機場高度限制 或者是 譬如有些比較近 迪士尼那邊 那邊 它也有一些高度限制等等 這些高度限制 已經在高度限制 當然它也會對那個發展密度 是有影響 那將來我們會一聘 全面會有考慮這方面的問題 第三題 英文府報記者姓蕭 想問一下 所謂的conversation 進行了兩個多月 其實民意是經向贊成 並反對 有沒有需要去見開 或者濫動 還有 假如香港已經收納了民意之後 發現原來公眾 即基於環保擴張 和其他擴張之後 原來根本就不接受 發展計劃 會不會都夾眼去選幾個選子出來 謝謝 關於你這個問題 剛才都說過 現在都是行了兩個月的公眾諮詢 我們初步得回來的看法 譬如在同議會者 譬如在網頁上的討論區 譬如收回文卷那些 其實是幾種意見都有的 有支持填海 也有反對填海 暫時沒有一個統一的意見 即是填海這個課題 但我們就希望再作些深入的討論 還有兩個月的時間 香港也會幫我們做更多的調查 或者是問卷調查 我們希望在2月29日 那個第一階段公眾諮詢之後 才能總結到的意見 然後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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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聞電視 我想問一下 其實你們有沒有說 一個目標 其實幾多年裏 要有1,500公頃的土地 真的要在手上 一定要去到 還有現在現時土地的缺乏 是不是真的很缺乏 是否很有迫遲性 一定好還是不行呢 其實這兩個問題 是 我很簡單講一講 或者林處長也可以補充 大家其實看到 我一開始講 我們1,500公頃 是講人口去到2039年 到890萬那個情況 大家也都知道 填海或者岩洞發展是需時的 所以我們講其實是一個中甚 即是長期香港的發展所需用地的一個方案 就不是講一個很短期的方案 可以這樣講 如果以剛才的數據來講 我們去到2039年的確是需要多很多地 我們所以覺得是時候要看一看 很靈活地運用六種的模式 可以一起去創造這個土地 林處長 好啊 有沒有一個迫切需要呢 我們就 你看一個時間 從那個規劃和發展的角度來講 是有一個迫切的需要 我們是需要進行這個規劃和研究的 我經常很喜歡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現在經常都會用的 紅磡海底隧道是1972年起好 但是第一次提出要在香港和九龍這兩邊 建一個隧道的這個意念是1948年提出的 所以我們大家會看到很多重要的基建 其實它需要進行的那個研究 資訊 工程各方面的過程當然是需要很長的 很多時候甚至是一二十年的時間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需要有一個前瞻性眼光 是為我們社區的需要 是微與長矛是進行適當的研究的 譬如喜寧洲西那裡大就是超過一百公斤 那為什麼會有一些又會再特別去講呢 因為超過一百公斤可以去到很大都有的 所以我們在其中有幾個呢 譬如長洲南亞 南亞島北 還有喜寧洲平洲那個年度方案 還有裸州那裡我們就加了一些註腳 就是說它能帶來超過三百四百或幾千五 那麼多個裡面是喜寧洲西沒有講 那個人就大過一百不是很多 一二百之間那些這樣的位置 那哪種方案快 唐先生剛才說了 如果你近岸交通配到好 又可能細缽一些的 那它就會快一些 但是可能你那個公眾諮詢的過程 又會長一些認定的 但是我們現在初步來講 除非我們真的聽到 市民大眾是有個別的地點 是覺得是很支持的 那麼我們都會希望會快一些 但是我們現在無論怎樣快發都好 好了第一塊地 我們現在估計最早就做 都要到2019年才會做得起的 是 鄭詩詩 我只是想問數字 我只是想問你們既然有水深 是否也會有距離長洲幾遠 距離南丫島是幾多遠 和喜寧洲 想有距離 還有也想問如果距離很近 其實都會不會擔心 我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附近島的居民 或者他們會不會有些出其他的聲音 其實大家會看到我們現在那個方案那裡 都希望是說到給大家看 那個方案是一些可以選擇的地點來的 我們都不想大家有太多的 因為既然我們這個都是一些可考慮的地點 和市民一起去談這些選子的原則 我們也不希望很具體地去畫島的形狀出來 或者大約是怎樣 當然在將來設計方面 我們都要考慮它會不會很近南丫島 或者很近長洲 或者其實如果大家看回早兩張圖那裡 你都看到那裡是有些航道的 會不會是踩進去航道裏面 這些全部都是會在可行性研究裏面 都會考慮 在現在概括性的技術研究裏都有看過 當然你不可能做到很近 因為那個都會是其中一個選子原則裏面的 其中一環就是對社區的影響 這方面就算我們暫時在這個階段 都不會很具體地說出那個距離 但是在絕對你所說的東西 是我們會考慮的因素 不過在現在這個 我們既然拿來和持份者一起討論的階段 我們覺得都是非常初期的階段 就不需要去到那個距離 不會很近 會不會都起碼是一公里以外 就是讓大家不用擔心 我想暫時我們不是這個 這個點我們不會講到這麼具體 我們希望市民大眾 是將它對那些選子原則的看法 和我們分享 讓我們知道他們對那個選子原則 或者由他們告訴我們 究竟是一百公尺 還是兩公里 只叫近或遠 我們聽到市民大眾的想法 會更加實在 是 明哥你好 想請問一下現在 就是你25個地點 就是有些範圍 其實總共那個公平是大概幾多 就是有些你是寫了10至19 就是有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 還有如果最後25個方案都是選得不多 你們還有沒有後備一些選子可以再提供 就是或者還是其實政府其他 那些綠椒和開頭土地 有沒有哪些是可以大規模供應多些土地出來的 你不再 剛才我其實都答過這位小姐的問題 就是說總數 因為我們現在大家看到的單張 其實立體地的面積都沒有 所以我們是說不到一個總數出來 因為其實我們說了那個地點之後 比如她公眾的意見說可以大些或者小些都可以考慮 所以我們沒有一個總數的數字 若數 沒有 沒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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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G KO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EXT TWO-THREE DECADES AND THIRDLY WE ALSO HAVE TO CATER FOR THE PEOPLE'S EXPIRATION FOR BETTER LIVING AND ENVIRONMENT THESE ARE THE NEEDS AND IN THIS TOPICAL DISCUSSION WE HAVE HEARD THE VIEWS OF THE PUBLIC ALTHOUGH THEY ARE DIFFERENT BUT THE GENERAL IMPRESSION IS 是人们支持, 有需要更多的地币, 香港的进入境, 再往一趟。 第二次, 我们的关系, 是我们的地币, 所以, 所谓的, 您的问题是, 是否应该是 Conseil的, 是否应该是用适合的, 我们先开始谈谈谈谈谈谈, 然後第四個是Rock Kevin的建築 在星期後 下一位 成功 張志寶 很簡單 想問一下 其實那幾個日東島和年島的方案 看到有些譬如長洲 以南 當然你剛才提到交通配套 會被人問 其實我也想看看 其實這五六個範圍 初步都評估了 有哪些可以駁路 駁路 真的可以駁路的印度 只是擺出來 純粹是想增加土地供應 另外也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都不知道這二十多個世紀 其實是否所有都是發展住宅 還是辦公室 或者工業 會不會最終有一個情況出現 可能真的為做地而做地 好 讓我概括 先回答這個問題 肯定我們不是專門找一些地方 來賺夠數的 因為我們真的在通過公眾參與的活動 是真的也有公眾提過 做人工島是一個可行 或者是一個他們覺得是比較好的方案 當然他們也理解到會有這個折迫的問題 但他們譬如人工島的地方是比較大 因為他們覺得那個效應 可能比一些岸邊田小小 可能更好些 是有一個這樣的意見出來的 所以我們其實這二十五個可行的 或者可考慮的地點 我們拿出來給公眾去參考 其實我們都覺得 但是全部都是在某方面有優勝的 就不是說專門是找一些出來找數 李沙 默默補充 第二 一個那個Langy 即將來 正如剛才剛才唐先生所說 其實那些島嶼那些是有去吸引的地方在 也是我們在公眾參與裏面 是聽到一些不同的意見 初步來講那些方案 我們當然不會有一些概括性的技術去鼓樑 未必是每一個困難都完全克服到 有些譬如很遠的 正如我們都在講長洲南 我們都會有交困難去提供一個 一個陸地的接駁 是不是完全不可能 可能在今天來看我們可能不可能 但在二、三十年之後 也不一定是不可能 如果你說到在南亞島伯 比較近香港島市區 正如我們在資料裏面都特別提到 在這個地方去提供一個陸地的接駁 橋樑或隧道的接駁 是不是會比較容易一些 這些都是需要去考慮的 不是說我們沒有考慮 但是我想在現在這個現階段 我們都是想聽到市民 但是用它去接受與否 再進行一個比較深入的研究 第二就是關乎那個用途方面 我們特別都不在這裏 就是講每片可能每片出來的土地的用途 就是當然我們現在去望去將來 看到那三大的我們的需求 很明顯是由一個人口上的增長 居住環境的改善 這兩個都跟那個住房 住屋的需要掛勾 第三樣東西 就是香港都是一個國際城市 也有很多外國公司 可能想在香港設立一些總公司 或者廠房或者其他的設施 其實有一些可能土地是適合去迎接這些發展 或者新的工作崗位在香港設定都不定 這個不能夠說得定 每一塊土地它是否只是順住宅 或是有其他用途 在這個階段我們就希望有一個開放的態度去看這個 或者補充少少 就是剛才有幾位朋友都問到 就是會不會我們做出人的鼻太多 多到我們用不到 我想我們可以從一個 剛才同事長都提了 就是我們都有一個很粗密的估計 我們到大概2039年 我們大概需要 可能我們需要多少土地 那我們就就著一個很粗密的估計 去進行我們的一些比較長面的規劃 那反過來看 其實在香港發展的歷史上 我們從來都沒有試過 我們可以有這麼幸運 有很多地放在那裡 就可以放在那裡沒有用的 所以其實我們香港對一個 可發展土地的需求 可以這麼說 一路都隨著我們香港的人口的發展 經濟的增長等等 是對土地一路來講 都是一個很持續的需求 我相信在這方面 我們都是繼續延續我們以往的努力 去為我們將來的人口 和土地的經濟發展的需要 提供一個土地 因為土地其實 其實哲學少少來說 就是土地就是所有人類活動的載體 當我們人類活動是多了 人口是增加了 那我們自然我們需要 我們要融蠟我們這個人類活動的空間 它就是需要相對地有所增加 那邊的問題都差不多了 那我們再接受了最後三條問題 完了簡報會之後 李總工程師就會有兩塊板 可以顯示到我們提議 那25個可能填海的損址 大家如果有興趣留下來 我們可以繼續拍攝那部份 就可以看完之後 那邊的 那哪位還有問題 沒有的就謝謝 給大家saatpler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